大家好 我是陳宿仙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張我很久以前畫的角畫 太陽花 Sunflowers 雖然是一張角畫 但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很濃厚的西洋風格影響了 應該可以說是一張中西合璧的畫 這張是一張大寫意的畫 跟我以前畫的功德畫就很不相同 這張是一張大畫 也是大約兩尺高 四尺長 但這張畫都是大約這樣 因為有時它的表畫會剪掉一些 或者加長一些都不奇怪 畫的主題就是 六朵太陽花 不方人 綠綠大順 欣欣向榮 前景一片燦爛 一般我們看到的太陽花 它的葉是大小有些不同的 有些葉是非常大的 有些葉是比較小的 但是我這裏就將它全部差不多 一模一樣的大小尺碼 藝術的創作 在夏天當日多 我們經常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太陽花 很多人的家 前院或者後院都還有很多很多 通常開開很多朵 還有很多大小不同的花都會向下垂 但是我一向都希望 儘量都以美麗燦爛盛況的姿態出現 我不想畫一些已經凋零了 或者枯萎了的花 雖然這樣看來會很真實些 還有會美感些 但是我不喜歡 因為我畫給自己的話 我想它全部都是欣欣向榮 前景燦爛 這一幅畫呢 是否和我以前畫的畫 全部不同呢 我以前畫的卯丹 玫瑰 蓮花 鴛鴦 小鳥 和這幅畫的風格全部不同的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啦 拜拜 如果大家留心看這幅畫呢 會發覺它越看越美 越有一種味道的 很有藝術感的 和一般的裝飾畫是不一樣的 就是很高積 但是從哪一種畫面 所以你還要拍到 來看 你會看 出來看 回到的小色 這邊 有些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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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